主委居士 关心一支箱 今日分享法眼宗公案 法眼文艺禅师 是法眼宗的开宗祖师 在开悟之后 就住喜从寿愿 在从寿愿领众修行 有一日在开堂 所谓的开堂 这个堂指的是法堂 在丛林道场当中 大众奇极修行 有禅堂 有法堂 那开堂的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堂中有法事 大众奇极听闻佛法 每天都有开堂 那住持法师 或者是手作 他会上堂 上堂说法 就是由开堂而来 那开堂日呢 文艺禅师 文艺禅师啊 他就 中作察言未起时 僧白师曰 四众已围绕和尚法 坐了也 开堂日啊 就是要请师父上堂说法 那师父已经坐在这个茶席当中 就大众云集 那准备要上堂说法 那集合好了 这个僧人啊 就跟佛 这个跟师父讲 就告白 他说大众已经 做好了 大家就围着和尚的法座了 那意思就是 我们都准备好了 师父换你了 请师父上堂说法 那师父就说啊 众人却参真善之事 这哪有一个师父啊 就在说自己是善之事 他说大众啊 你们参访到的是 真的善之事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啊 是多此一举啊 善之事是谁 善之事 是我们 要学习的对象 就是这个知识 是会引导 我们修行 有疑惑 就要请问善之事 善之事 能够为我们解惑 那如果 听了善之事的开示 我们却没有提升 或者是他只是流于一种形式 那恐怕自己这个修行啊 都不会进步 所以助习在寺庙当中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这个善之事 来为自己解惑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这个善之事 所以这个僧人啊 所以这个僧人啊 来跟师父告白 那大家呢 已经等着善之事 来开示了 那文艺禅师啊 就跟大众说 啊 众人 却参真善之事 好 那师父啊 有的人就会说啊 他说 那我们就是要请你开示啊 你又说你自己是真善之事 那是要说还是不说呢 那是要说还是不说呢 那这一句是不是一个开示 那就是啊 这个 少请升座 升问 就有一个人就出来问啊 大众云集请师举唱 大家都集合了 那现在啊 师父 请您 来为大众 提出一件事情 举唱 第一个是举啊 举一个例子 或举一个话头 或举一个话题 我们叫做随缘开示 那每次要随缘开示啊 这个开堂的和尚啊 上堂说法的这一位主事者 他就要观察大众的根基 观察大众的状态啊 其实是随着 每个人的修行啊 他就会举出一件事情来谈 他举出一个话题 或者是举出一个问 问题 好 那这个文艺禅师啊 他就说 大众 久力 大家占久 久久的占着 久力啊 占很久了 那这句话又是什么呢 大家本来就站很久 那你又去讲 大家站得很久 那这个又是一句废话 这刚才已经在讲 那已经要请师父来说法 那又说大众啊 参得是真的善之士 那现在呢 声做了 那声问大众云集 请示举唱 那师父又说 大众久力 那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你要不要讲呢 你讲还是不讲呢 谁要举唱 又叫大家说 站很久 于是就说 众人寂静在此 三声不可无言 与大众举意 故人方便 珍重 这一段 变成一句 公案 这个公案是什么呢 声做说法 是为何 大家云集 就是要来听 佛法 来解惑 那大众云集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来了解 那一般的开示 就是找个公案来研究 就像现在 这个公案 应该是这样解 应该是那样解 那你这样子解 又那样解呢 跟你的修行 有几毛钱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因为要说个什么话 所以怎么样 就来谈一谈 感觉自己 好像 有在修行 感觉自己 懂得比较多一点 又多认识了一个禅师 又多了解了一句佛法 可是事实上呢 你不管了解了千百个 你知道了哪一句 佛法千经万论 三藏十二部经 你都可以研究的 非常的透彻 但是啊 这个都是方便 这只是方便哦 不表示啊 你已经明白了 你现在站在这里 你现在来听闻佛法 何尝不是方便呢 所以大众啊 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来到了法堂当中 那师父啊 也不能没有说个几句 因为呢 大家就是需要这些方便 那我们来这个方便当中呢 总是啊 有人受益 有人呢 有事做 所以啊 他现在在讲的 是一切万法 皆是方便啊 我们要完成 这个修行哦 每天啊 就有衣食住行 那这些衣食住行啊 看起来似乎 就跟修行 就跟修行没有关系 大家就觉得呢 修行就是要听到一句明句啊 所以啊 每一个人在集合的过程 可能不觉得这就是开悟的过程 那所以大家集合啊 待很久 站很久了 目的是什么呢 就在等那个灵门一脚啊 那灵门一脚呢 就来请师父来下这个灵门一脚 如果不是大师啊 这一脚啊 可能就踢的不够好 所以丛林 就云集了这么多人 就是为了要找真正的善知识 来帮我们自己啊 敲醒我们自己沉睡的心 让我们能够有开悟的机会 但是呢 殊不知啊 其实啊 这一些都是方便 你在集合的过程 你站在那里依然是方便 那三生啊 不说话 那也不可以 所以呢 说话也是方便 好吧 那我们来说说 这说了 就是一种方便 那如果不知道 这一些都是方便啊 你恐怕 就是终其一生 一直不断的 在这些方便法当中啊 一直不断的 反复又反复 反复又反复 那有人就会说啊 既然这样子 我们都不要做好了 不要做啊 那你还是会做某一些事情啊 你不做你会呼吸嘛 呼吸不是也是一种方便吗 你如果都不要这些方便啊 那你不要呼吸 那你不要吃饭 那你不要睡觉 那你不要睡觉 其实所有的都是方便啊 是说法好 不说法好 修行好 或者是呢 行坐坐卧 穿衣吃饭 出坡坐午 修福修会 通通都是方便 通通都是方便 那到底什么才不是方便呢 所以昨天有人问 他说师父 那个行菩萨道啊 是不是就是原教呢 那我们是原教 那别人是不是原教呢 那我说啊 这个不是做什么事的问题 这是你用什么心去做这件事 不思 也有人是人天福 也有人是究竟法 也有人因为不思而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修一切善 而不执着一切善 就是佛的不思 那是不思这件事情 来决定你的等级吗 不思 是你用什么心来不思 同样的吃一碗饭 就看你是什么心在吃饭 所以啊 这里就讲到 举意古人方便 就是说法呢 其实就是把以前的某一句 或者是某一个人 发生的某一件事情 拿出来啊 讲讲 谈谈 那既然是别人的事情啊 哎呀 其实我们就听听 听了之后呢 其实要珍重啊 要知道哦 这个是古人方便 你背了 或者是懂了 那依然是古人的方便啊 所以啊 大作要珍重 于是讲完了之后 就下作了 这样子的一堂开示 这样子一堂上堂 那到底学到什么 有的人呢 可能就起烦恼 根本就是在整人 把我们呢 找来 大家集合 到底说了什么 哎 听一听啊 想一想 似乎也没说什么 那这样子就叫做善之事吗 如果你真的 是要蹭精蹭两的啊 你就待不住了 嗯 待不住啊 其实啊 文艺禅师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 你所有的追求 所有的听闻啊 如果用蹭精蹭两的分别心 你就永远都在找真善之事 你找得到嘛 啊 在找的这个动作啊 就永远找不到 有人是如此啊 因为他都遇不到好师父 所以他都不能开悟 那请问谁要负责做这个好师父呢 啊 昨天啊 有人说啊 我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我要请人帮忙 师父请你帮我祈福 帮我消灾 帮我解恶 那师父啊 是可以消灾 可以祈福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所有的成败啊 就在师父的身上 那你那个灾啊 是怎么来的 接灵海虚细灵人 现在啊 家里有起火了 烧起来了 你可以找救火队的 来帮你灭火 灭完火啊 灭完火啊 你不能说 这救火队啊 你要帮忙负责 这些东西都烧坏了 那为什么坏掉了 你不是已经来灭火了吗 那我这个电器坏掉 我这个家里啊 烧起麻黑 全部都是水 那你们要负责啊 是不是灭了是火啊 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火源 起火的原因啊 然后起火点要找到 找到了之后啊 你避免下一次的灾啊 你得要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起火嘛 那只要火灾啊 一定是会有所损失 那你不能期待 这个救火队来了 他就要负责你的所有的损失 通通都要恢复原状 那我们自己啊 常常来学佛 都有这种想法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善知识 你就要负责让我开悟 而且呢 把我以前的业障都消了 那我们造业的人呢 总是觉得有人可以帮我们 把所有的业障消除 我已经学佛了 我已经听法了 那我开悟了之后呢 哎 似乎啊 以前不开悟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的恶 哎 这要一笔勾销吗 当然没有哦 所以有些人呢 这是错误的观念 以为啊 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帮你 事实上呢 这文艺禅师就说啊 哎呀 这些都是方便 基本上呢 你自己要了解哦 这一切的修行啊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就是让自己的心 更明白这一切世间的真理 如果不能明白 这方便啊 也只是方便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正确的观念 自己的观心啊 那修法就是用这一些古人的方便 来借事贤礼 借敬略行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才不会 以为 哎 这个有某一种灵丹妙药啊 一定是吃了就没问题 吃了的确是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让你看清楚问题 这个才真的是开悟的意义啊 我们修行啊 就是要有一切智 你没有智慧啊 你修啊叫做盲修瞎恋 盲修瞎恋呢 有修嘛 有修是有效果 但是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修啊 修成功啊 那修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绝对不是那个佛陀很灵验 也不是啊 那个师父很厉害有神通 都不是 其实呢 修了有效是因为你有在修 所以呢 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文艺呢 他说啊 尊重大众啊 都很诚心啊 都很诚心啊 所以啊 我就说说大众的心里面的期待 于是呢 这就是一堂开示啊 开堂说法 上堂明星 希望大众啊 能够明白明白 这以上啊 这个是文艺禅师的特殊的教学 那每天呢 我们依然要关心关心 因为这个都是方便 方便法不执着就是究竟 那如果都不要方便 就执着一个不方便 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究竟呢 所以呢 佛事门中也是不舍一法 所有的方便 只要能够帮助我们 更明白 过得更好 更善良 更清净 那我们就不要废除这些方便 好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蝎 蝎及菩提